由台湾之星文化艺术基金会 以及立委马文军服务处 举办的2018台湾之星篮球锦标赛活动 日前在普里综合球场热闹登场 县议员廖志诚感谢台湾之星文化艺术基金会 以及普里篮球协会的用心 举办篮球赛的活动除了让大家能够交流经验之外 也能够提升普里地区篮球的技术 也是值得我们来赞许 这就是我们普里阵篮球发展社会 刚才说在学校校队外 他们其他利用在三个月办一个季赛的比赛 让这些水準都提高很高 让我们刚才说在学校打球 在校困的时间在这里连球 还可以定期来比赛 这可以提升我们篮球的水准 而且配合分级就是尽量提供给大家有这个较好的运动 反读 反飙车的行为 我想这应该是值得大家共同来推广 县议员吴国昌表示 能够在暑期举办篮球赛 让青少年能够有正当的娱乐活动 也肯定台湾智信文化艺术基金会的用心 也期望透过比赛的举办 能够带动普里地区运动的风气 让乡亲都能够更健康 抒发他们的体力 而且能够运动来强生建国 因为暑期时间 我们所有的国中国小 还有高中大学 还有所有的青年们 因为怕他们 在这个时间没有一个正当的预露 以及活动 怕他们来导入误入歧途 所以我们协会能够举办这个比赛 能够给他们暑假期间 有非常正当的活动 以及更能带动我们地方体育发展 篮球风趣 这是相当好的一个比赛 副委长潘英全肯定台湾智信文化艺术基金会的用心 也希望青少年朋友在暑假期间 都能够有正当良好的活动 让暑假过得更有意义 记者成为一普理财防报导